今天这五人气话题 带大家来看到天气的讯息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今天清晨 台湾本岛最低温出现在南投中寮 只有16.2度而已 现象局提醒 接下来这冷空气还会再更强一点 礼拜天晚上到礼拜一的清晨 中部以北呢 低温下探到15 16度而已 甚至呢在这个中南部地区呢 低温也只有17度左右 而且早晚温差蛮大的 另外在东南部部分呢 有18到24度 同样温差是比较大的状况 而且会下一点局部的短暂雨 而气象专家预测了 提醒大家要严防14度的低温 另外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还有宜兰呢 还有盛房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 而这一波东北季风 虽然在下个礼拜二会略微减弱 不过到了礼拜四 又会再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 到时候不排除 温度会比这一次还要更低 天空云层厚厚一片 不时还会下起一阵绵绵细雨 东北季风影响下 大雨封面北部东部 天气相对不稳定 白天高温也都爽不去 不过这还不是这波冷空气 最冷时间点 最冷的一个时间点 大概是会落在 明天的一个晚上到后天清晨 那甚至比较空旷的地区 不排除有15 16度低温的可能性 东北季风带来冷空气 周日晚上到周一清晨 北台湾低温下探15 16度 更有气象专家预测 要严防14度低温 到了周一白天 就连高温也只在21度浮动 其中桃园以北更不定时 会有局部短暂雨 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和宜兰 更会有局部大雨 而且雨恐怕一下就下一整周 而中南部地区 最冷时间落在早晚 低温下探17度 日夜温差10度以上 花东一带低温18度 高温24度 会有局部短暂雨 外出带雨距 整体天气到了周二 会略为回温一些 但周四起又有新一波 东北季风来袭 下一波系统 在比较强的一个时间点 可能会落在周 大概在12月3号4号左右 所以在下一波来看的话 稍微又再强一点 所以低温的话 可能要稍微低一点 高温也会再下降一些 东北季风接地报道 民众长袖外套要被拖 以防温度溜滑梯 一不小心就会感冒 解释去105的台报道